你别老搂着我老婆 让大家看见多不好啊 你没死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媳妇李瑶身怀四甲 四个多 你们看得出来这是怀孕四个月的样子吗 这肚子这么平 你是不是跟医院合计伙来骗我呀 根本就没有是不是 为什么今儿带着瑶过来看看全新的蓝图孟可嘉 因为我们家孩子不是要来了吗 我那台Alpha过于生物了 所以我准备找一个这个家用车型 咱们新从全新的蓝图孟可嘉开始看 全新的改款蓝图孟可嘉 其实这个外观我觉得升级的特别的大气 换装了多条幅的镀铬格山 新增三种样式的轮毂可选 豪华感那是扑面而来 买MPV的男人一般都像我这样了 上有老下有小 他中间压力他很大 谁坐这个座不舒服 他都得骂两句街 所以每一个座都要兼顾到 乘客的一个安全舒适并且环保 你看中间这个座 这个都是一家之主 夫人座的 升级后的临终立座椅 一键舒坦模式 座椅按摩 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应有尽有 监视家用 大采定 大冰箱 大沙发 我拿口吃的吃 一家之主 好好 怎么能让漂亮的老婆 聪明的孩子 好的爸妈过上好日子 不得指着我们这些中年男人在社会上打拼出来的吗 全新的蓝图你看看 小桌板 签个合同 办个工 无限充电 包括大联屏 不管是商务接待 还是办公室 两不误 最主要是什么 坐在车里 深海级的降噪 我觉得这台车和你一样 是我先没住 老婆 小个过上好日子 得给彼此提供足够多的情绪价值 这一大家的出行 看那后备箱 第三排一键放倒 八个20寸的行李箱 是完全没问题的 还搭载了乾坤ADS3.0高阶支架 加鸿蒙智慧坐舱 最全新的蓝图梦肯架 在性价比方面绝对是有优势的 你们自己品负吧